根据门户网站EMOF的消息 内马尔在圣诞节前拿下了一套豪宅 占地面积1880平方米 车库里面能停20辆车 据了解 内马尔新买的这一套豪宅 位于圣保罗的黄金地段阿尔法维尔 总值310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2200万 也就是说 内马尔现在一天能挣8.2万欧元 买这一套豪宅只用了他38天的工资 内马尔这次回巴西 原本是为了陪家人过圣诞的 结果顺便就买下了这一套房 原来有钱人买房真的就跟买菜一样 据介绍 内马尔这套新豪宅 一共有6间套房 还有一个加热酒窖 超大的开放式厨房 游泳池 壁球场 全景电梯和一个可隆纳 20辆车的车库 内马尔邀请了60名家族成员 来到他的新豪宅 参加圣诞派对 太阳报透露 除了家族成员之外 内马尔还邀请了 绯闻女友布鲁纳比安卡迪 一起到新豪宅过圣诞 因为伤病的原因 内马尔经常会出现在看台上 而他跟美女模特布鲁纳比安卡迪 多次被拍到一起看球 尽管双方都还没有正式公开练情 但世界体育报称 他们已经同居了几个月了